南投特殊教育学校设立到现在4年 总共有450多位的中重度或极重度的身心障碍学生 其中许多学生家庭因为家住在山区接送不易 校长陈韵如特别感谢台大保险经纪人 股份有限公司及台北市生命传爱 人文发展协会发挥爱心赠送交通车 接送上下学方便立下了企业的典范 感谢我们台北市人文传爱基金会 跟我们的台大保险公司 为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企业回馈公益 做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南投的交通是比较不便的 所以除了我们每天的外包的交通车的接送之外 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 有这样子的一个七人座的车子的捐献 交通车捐赠由校长陈韵如代表接受 台大保险公司董事长陈奕纯表示 今年结合台北市生命传爱 人文发展协会 共同帮助这些孩子们 一元行动无碍的梦想 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如果有一部车辆可以载一些比较弱势的民众 或者像南投特殊学校 这些比较特殊的天使 让他们出去外面的时候比较方便 这是一件相当大的不错的事情 那我们希望呢 我们今天只不过是一个抛装引玉而已 如果全台湾的企业都能够 大家一起来做一些好事的话 那我想这个社会会充满了人温情 充满了善意 充满了正能量 对于台大保金 引导社会善的力量 一元给予高度肯定 希望大家都能为偏乡弱势的孩子们 尽一份心力 上下课的时候很不方便 没人接送 所以急需要一个交通车 那我们感谢我们爱心人士 这个台湾的这个保金公司 能够来到这里 看到这么需求 然后就马上就是说 我们可以赞助这台巴士车 来帮助我们小朋友上下学 能够接送我们小朋友上下课 特别在这些需要特别照顾的 这个特教这个小朋友的身上 这场爱心车辆捐赠仪式中 孩子们相当感动 也纷纷高兴地大喊 谢谢你们 场面温馨感人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对吗 谢谢大家